這個不是違建的問題,已經是誠信的問題 他到現在違紀繳稅的紀錄到現在是不肯拿出來 他是2003年嘛,2003年就新蓋 而且那個是新蓋違建,並不是原來的舊違建去改將 我是西醫的 沒有很注重這種東西 就是一個號碼嘛,投票總有一個號碼讓他選 文宣部一定會做那個 抽到1號講什麼、2號講什麼、3號講什麼 那這個不是違建的問題,已經是誠信的問題 因為我看過那個公文嘛,他是98年以前沒有排右線順序嘛 對啊他是2003年嘛,2003年就新蓋 而且那個是新蓋違建,並不是原來的舊違建去改將 還有一點好 大到人家就好像在討論那個吳新營的國籍嘛 資料拿出來就好了啦 他到現在違紀那個繳稅的紀錄到現在是不肯拿出來 所以這個問題我認為已經不是違建的問題了,是誠信的問題了 直播的事情喔,那個不必麻煩到我啦 這個我們反正,我相信未來的一段時間 一兩個禮拜喔,要去賴清德老家門前辦那個直播的多的事啊 所以這個就不必麻煩我出手了 他嫁給有錢人這也不是他的錯啊對不對 他先生有那一棟豪宅,我是不曉得那個倒立是多豪宅啦 但是這個選舉期間這種動作一定是會有的啦 所以看一看就好啦